嗨朋友你好,我是乌鸦三宇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行业叫做碰瓷 据说这个词最早是来自于北京的方言 曾经这些骗子故意制造一些摩擦和碰撞 让别人摔坏自己手中的假货或者赝品的瓷器 以此来谋求高额的赔偿 到了今天这个行业可谓是发展壮大 他们现在是这样的 如果你认为在中国碰瓷这个行业 只是发生在这些流浪的人 这些居无定所的人身上 那么您就错了 最近有玩友在火车站的后车大厅里边 拍摄到了下边这一幕 坐在地下的那个人 是一个火车站的工作人员 穿制服打领带有肩章 一副公务人员的派头 像他这样的火车站的工作人员 是隶属于中国铁路总公司 这个总公司的前身就是铁道部 在2013年中国的国务院实施机构改革 铁道部被撤销以后 实施正起分开 这时候这个坐在地下的人 才真正的从一个公务员 变成了一个央企的职工 大家注意听他所说的 行李箱压到脚这个事情 一个穿制服打领带 戴着肩章的人 拖着你的行李箱 说你的行李箱压到脚了 就问你这样的奇景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你在哪个国家见过 乌鸦三语非常的奇怪 在中国这个地方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会把这些老百姓们 变成一些虎脚蛮长 蛮不讲理的流氓 想来想去 乌鸦三语觉得 除了怪到共产党头上 谁也怪不着 对不对 因为他们的每一个官员 每一则新闻 每一件事情的行为方式 无不透露着这样一股流氓的习气 在通过他们把持着的媒体 放大之后 一天天一年年的不断循环重复 最终一个垃圾政党的垃圾理念 就这样映测到了老百姓的头脑之中 对于这件事情 谁对谁错 咱们都先不用去争论它 就说一个男人 在大厅馆座之下 坐在地上去撒泼这件事情 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吗 坐在地下的那个男人 难道自己不感觉羞耻吗 我相信所有正常国家的人 对于尊严来说 任何的利益都要排在他后边 因为一旦失去尊严的话 任何的利益都将失去价值 对吧 这个坐在地下撒泼打滚的男人 那大家说他到底想得到什么 他想得到那个拉杆箱主人的道歉吗 还是说他想让同事在旁边录像 把他这个撒泼打滚的过程录下来 当成一个诬告这个拉杆箱主人的证据 无论说他选择上边两条的任何一条 他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赢得尊严 那此时他自己不是已经做了 颜面扫地的事情了吗 他自己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个垃圾 自己就是个loser 那这个时候别人还有向他道歉的必要吗 可能有朋友说 在现在这个环境之下 他这样做也是无奈 如果说他像一个男人一样的站起来 给那个拉杆箱的主人一拳 那么他很有可能因此要进去坐牢 因为那个拉杆箱的主人 很有可能也会像一个娘娘枪一样的 立刻就倒在地下 声称自己被这个穿制服的人打成脑震弹 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这个穿制服的男人 他先躺在地下去卖餐 先把自己夸大成为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之后 他才有可能在稍后警察到来的时候 找到一些话语权 朋友们通过我的这个推演 大家有没有看出来点什么端倪 那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警察国家里边 共产党政府呢 他试图宣传这样一个理念 公权力不容许被挑战 警察的权威不允许被挑战 真因为他们拥有这样的理念 所以这些在社交平台上辱骂警察被处理的案件 层出不穷 当中共树立起来这样一个无法被推翻 从来不会犯错 也不能被质疑的公权力的时候 那么这些软弱的老百姓们 他们只能选择屈服 于是一个公民社会就被成功的粉碎了 这时候就出现趴在地下 撒泼打滚的那个男人 他已经没有了良心 也更没有什么所谓的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他也没有了耻辱的观念 他的脑子里边只有一条 我只有表现出来自己毫无抵抗力的那一面 才能让那些不容挑战的公权力觉得安心 于是他们就会偏袒我就会保护我 就会去惩罚那个拉杆箱的主人 因为相比那个拉杆箱的主人来说 这个躺在地下的男人 一点攻击力都没有 他可以显得更加的无害 大家看这就是奴性 一个奴才因为自己知道反正都要被打板子 他提前把自己抓得很虚弱 这样当主人过来打板子的时候 打他的时候就会轻一些 这就是大多数中国奴才的思维 那大家想一下 对于出警的警察们 当他们面对地下这样撒坡的报警人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自己也很头弹 他们也觉得自己的智商被地下那个人给侮辱了 大家看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可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病态社会之下 一个男人躺在地下撒坡打滚 装做自己的脚受了严重的伤 还要拉着一个同事跟他一起去演这一出戏 那个拉杆箱的主人走又走不掉 很有可能因为这个事情耽误掉他后边这几天的所有安排 正在赶来的警察们 他们也要应对躺在地下的那种胡搅蛮肠的傻逼 大家看三方面全部都是受害者 这就是中共毁掉一个社会的最有力证据 在前边 乌鸦三宇用这一个案例给大家讲述了一个病态社会的一角 然而呢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 中共正在把这个病态的社会模式输出到香港 他们也试图在香港打造这样一个威权政府 一个警察社会 他们也试图把香港的这个公民社会给粉碎掉 把人民原子化 最终把香港也变成和中国大陆一模一样的这样一种畸形世界 最近一个香港网友晒出了这样一幅图 这是一份考卷 题目是这样问的 作为香港市民如何配合香港国安法 以达至国家安全 我本以为呢 他会洋洋洒洒写上500个字 但其实上他的答案非常简单 只有四个字 配你老母 对就是四个字完全的表达了香港人民的心声 在这里乌鸦三宇也想对墙内的各位同胞们说一句 面对中共极权啊 先保护好自己 心里边就默念这个香港网友写出来的这四个字 去你老母 好了 本期节目就说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